邮件选票再出问题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和西蒙 樊佳兰区候选人言必针就揭露 邮件选民收到的选票上 有被划过一笔的印记 而且恰好就划在国家候选人的格子 那不仅如此 还有选民收到的签收和见证表格 居然不是自己的名字 选委会甚至要求选民 用别人的名字把选票寄回来 林冠英促请选委会解释和彻查 以免选民的选票无故成为废票 这次的Rofo州选 有将近三万七千名邮寄选民 那下个星期六就已经是投票日了 不过到目前为止 还是有不少的国内外邮寄选民 至今还没有收到他们的选票 甚至还有出现的就是 签收和见证的表格上 不是自己的名字 以及选票上有被划过的痕迹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 和西蒙范加兰州习候选人 严蒂珍 今天召开记者会指出 一名在吉隆坡工作的 柔佛邮寄选民 向行动党投诉 只收到的选票 有被划过一笔的痕迹 担心这有可能会导致选票作备 有一个印 所以他说怎么办 为什么那个印这样巧又放在国阵那一边 所以是否他如果是要支持 好他办要打 南北京打插 这张票是不是会成为废票 所以我们说我们就建议啦 尽管这样 这个印是怎么出的 因为我相信他们 刮那个刮的时候 那个印啊 流出来啦 就流出来 就弄到 除此之外 还有在新加坡工作的 龙隐和古来邮寄选民 收到的签收和见证表格上 并不是印着自己的名字 他拿到这一个邮寄选票的时候 他发现信封外面是他的名字 信封里面的 有一个Borang Dua 就是那个Surab-Beng-Sahan 不是他的名字 是一个马来同胞的名字 这样他就有点担心这张票 如果他寄回来的时候 会不会是废票 我有跟SPR反应说 那个选票不是我的名字 他那时候有指导 我一开始是说 要用这个原本那个 有足同胞的名字的选票投票 然后我说这样可以吗 因为我不是那个人 我没有他的那个IC number 我也会签名 他是说可以 后来又给我第二通电话是 要我在那个选票旁边 接我的名字的IC number跟签名 再找一个见证人 严毕真向选委会求证 当局告知 可以在表格上错误的名字旁边 写上正确的名字 并由我国公民见证签名 当局会按照选票 和表格上正确的编号 确保这张选票不会作废 不过林冠一 促请选委会查明真相 以免这些失误混淆选民 导致选民无法履行公民责任 而且我们希望这个SPR 那个宣传会能够自己去查到一清二楚 查到许诺是处 为什么会犯到这样的错 好心啊 就是电脑的时候 电脑时代 你这种错 记错人也会发生 这个在证明 他们SPR确实是不够转业 林冠英和严毕珍也促请面对同样问题的邮寄选民 透过行动室的WhatsApp联系他们 西谋会协助和选委会交涉 林冠英也建议选票出现污渍的选民 在回函中附上一张纸条 写明自己真正投选的候选人 至于担心选票技师的选民 也可以填写非政府组织Wendy18的谷歌表格 组织会派员上门收取选票 协助送到计票中心 八度空间林晓彤 柔佛八珠八辈报道